直戰機來回穿梭 戰鬥幾呼嘯而過 瞄準目標投擲飛彈 菲律賓發動馬拉維剿匪戰 要消滅清ISIS派的 馬烏德集團和阿布莎耶夫 這場仗打了三個多禮拜 戰死士兵上百人 就連精銳的海軍陸戰隊 都有13人陣亡 是單日犧牲最慘烈 傳聞杜特地大怒 要求在12號國慶日前 完成清剿行動 美軍特種部隊抵達菲律賓 難道是要介入剿匪戰嗎 雖然美軍沒出兵 但技術性的也提供了不少情報 杜特地沒感謝還撇清說 美軍抵達之前完全不知情 雖然空襲前老老少少早已率先撤離 在收容中心 大家是眼睜睜看著空襲飛彈 落在自家家園土地 不少人當場哭了 杜特地下令平息動亂 又不肯承認是個美軍求援 殉職的軍人親屬抱著杜特地痛哭 只希望交匪戰趕快結束還飛南民眾平靜生活 杰晶珍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